有一位网友说自己总是被身边的人拿捏,在公司里,他是出了名的好说话,总是尽力照顾所有人的情绪,别人的要求不敢拒绝,别人的言语不敢反击。 有时候,他辛辛苦苦完成一个项目,却因为害怕被人说喜欢邀功,从不敢主动找领导汇报。 工作多年,他勤勤恳恳,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,这让他非常苦恼。 许多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人,习惯于事事迁就别人,从不敢拒绝,结果总被人呼来喝去,犯了一点小错,就不断内耗,让自己精疲力竭。 他们原本能力不差,但做事未守未脚,结果被所有人认定,不能担责。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生活中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,似乎总是以弱者自居的人。 这是为什么? 其实,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,而是因为,当你内心觉得自己是软弱无力的,就容易把自己放在比别人低的位置。 即便遇到不公和痛苦,也没有勇气去反抗和改变。 在人际关系中,每个人都渴望被认同,被喜欢,却忘了人性都是目强的。 一个人身上的弱者气息气息越重,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,身边的破事也就越多。 一,你的弱者气息越强,吸引来的破事就越多。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中有一个场景,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蛤蟆先生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,有一次他因为情绪问题,请假在家里休息。 换知道后,就乘机从中挑拨,想要夺走他在学校董事会的位置。 蛤蟆先生上门,毫不留情地把蛤蟆先生数落了一顿。 随后,他趾高气扬地对蛤蟆先生说,希望你能主动辞职,把校董的位置让给我。 蛤蟆先生听了蛤的话,十分气愤。 可看着强大的蛤,他还是卑微地回答,请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。 第二天,蛤蟆先生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找心理咨询师仓务。 他问仓步,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,总是被欺负? 仓步回答道,因为你总是配合对方,玩一个可怜弱小的我的游戏。 在这场游戏里,你表现得越弱小,就越容易吸引别人的恶意。 蛤蟆先生这才恍然大悟。 真正让自己陷入困境的不是别人,而是他自己。 回到现实,又有多少人犯下同样的错误,明知对方的要求不合理,却不敢拒绝,宁愿压抑自己的需求,结果受尽委屈。 明知对方是故意刁难自己,却只想稀释宁人。 结果被认定好欺负,一次次受到伤害。 很多时候,我们总以为随和善良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, 却忽略了与人相处最残忍的丛林法则,就是欺软怕硬。 你若不懂拒绝,就容易被人过度索取。 你若逆来顺受,就容易被人过度压迫。 当你习惯于压低自己附和别人,就会被禁锢在我是弱者的心态里,失去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。 二,戒掉弱者气息,使一个人变好的开始。 心理学家张德芬说,当你觉得所有人都高高在上的时候,是因为你的内在有一个滴滴在下的自我。 当你有被别人轻视的需要时,才会被别人拿捏。 要知道,我们的一切感受都源于内心的映射。 你若给自己贴上弱者的标签,就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,错失原本属于自己的机会。 有一位作家刚参加工作时,因为性格软弱,吃尽了苦头。 在别人面前,他从不敢表现得强势,害怕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 因为这样,他经常被别人抢功劳,占便宜。 有些同事看着他好说话,还明目张胆地撬走他的客户。 那段时间,他常常感觉自己被别人打压,剥削,却无能为力。 有一次,报社空出了一个主编的位置,他很想争取,却害怕别人说的自不量力。 于是,他跑去询问领导自己是否能够参与竞选。 领导听得十分纳闷地说, 你明明各方面要求都符合要求,为什么需要我的允许呢? 他这才发现,原来一直以来让他受制于人的,不是别人,而是自己。 从那以后,他逐渐丢掉弱者心态,主动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,人员反而变好了,工作也越来越顺。 如果在关系中,你总处于被压迫,被牺牲的角色,那大概率是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了较低的位置,正是这种弱者气息,让对方一次次占了上风。 要记住,这世上,别人对你的态度都源于你自己的允许,永远不要帮着别人打压自己,守住自己的底线,有棱有脚地活着,才能从内而外地散发出高能量气场,吸引到更高频率的好事发生。 三,一个人真正的觉醒,戒掉身上的弱者气息。 心理学上有一个自正语言,你内心是怎样看自己的,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,影响着行为和内心的能量,总是以弱视人,就容易攀附,讨好,最后难免化敌为牢,怨天尤人。 戒掉弱者心态,经常给自己积极暗示,才能改变现状,收获更丰盈的自己。 一,别用我不配内耗自己。 回想一下,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,面对别人的夸赞,非但不会觉得开心,还会感到惶恐,无论做什么,总是瞻前顾后,犹豫不决。 结果错失许多机会,面对挑战,从不敢主动出击,害怕一旦失败,会被别人发现真实的自己有多么糟糕。 为什么会这样?心理学家指出,这是因为,当我们从心底里认定自己不配时,就会习惯性地自我否定,不由自主地为自己贴上许多标签。 我不配得到更好,我只能这样。 放下内心的不敢,不能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,方能得到想要的一切。 二,别用都怪我压垮自己。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,说错一句话,别人还没有发现,就开始自我贬低。 做错一点是,领导还没有发话,就开始自我批判。 当你积累了越来越多我不够好的想法,就容易陷入对生活无能为力的低能量状态。 改掉对自己的消极暗示,经常进行积极心理对话,才能丢掉内心的无力感。 遇到困难时,不要对自己说,我怎么这么笨,要是当时这样做就好了。 而是要告诉自己,每个人都可能犯错,下次我会做得更好。 三,修炼强者思维。 人的思维方式有两种,一种是固定思维,一种是成长型思维。 固定思维的人,觉得人生是一场正名题。 任何别人的否定,都会证明他们是失败者。 这让他们一直生活在焦虑中,逃避所有挑战。 成长型思维的人,不会自我设限,而是把成长当作终生事业。 当问题迎面而来,他们会告诉自己,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,可以改变的,就算解决不了,也能积累经验。 其实,这就是强者思维和弱者思维的区别。 习惯于把自身价值,全都寄托在别人的看法和评价里,就容易卑微、讨好。 可观,理性地看待自己,才能拥有强大的内心。 无论当下如何,只要你相信自己是可塑的,能够改变的,就会拥有对抗挫折的勇气。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,提到过两个概念,影响圈和关注圈。 关注圈是指外界的事物,比如,天气、环境、别人的态度。 影响圈是指我们能够控制的事物,比如,思维、心态、技能。 当一个人把精力放在无法改变的关注圈时,就容易把自己当作生活的承受者,被动地面对外界的一切。 把精力放在影响圈,去关注自己可以改变的,才能找回内心的掌控感。 真正的强者,不是拥有控制一切的力量,而是有分辨问题的能力。 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,接受哪些无法控制的事情,成为人生的主导者,而不是受害者。 相信自己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,成为自己人生的百度人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